好多姐妹问我怎么嫌脸小 这三个小东西 绝对让你嫌脸小 第一个就是这个耳贴 这我在拼兮兮 9块9 差不多20多片了 现在就剩这么点了 它就这样撕下来以后 横着贴在你的耳边后面 大家都知道耳朵贴脸 它就显脸大嘛 你看 你这样看一下 你就把它给撕下来 然后把这个耳朵给憋过去 这样横着贴过去 是不是耳朵立马起来了 你看这样枝愣起来 这是不是特写脸小 我每次出门或者拍视频都会贴它 主要是它才几块钱一大包 根本一用着玩着不心疼 哪个美瞳似的一片十几块钱 9块9一大包已经够我用好久了 但是吧 它经常粘到耳朵后头 它撕下来的时候 上面会留那个胶在那个耳朵上 你就很难清理 第二个就是呢 它带久了有点疼 回家了就摘下来 不要带太长时间 要不然对耳朵不好 具体哪不好咱也不知道 反正疼呢 那我就先这么用着吧 到时候遇到更好的我再告诉你们 9块9 太便宜了吧 第二个就是这个卧残笔 我已经推荐第二次了 它什么时候找我打广告啊 我给你遮起来 你看它这种颜色就很淡 你随便画 其实不怎么看得出来 但是呢 如果你顺着一个方向 多加身几次 你看它就看出来了 所以很适合新手 容忠率很高 因为我是那种圆眼嘛 所以我一般都画在这个眼睛的这个位置 你看到了 是不是这样 看着眼睛大了很多 两边都给它画完 画完再给它加点亮片 加多了 少加点 第三个呢 就是干发喷雾了 哎呀 夏天就要来了 好多姐妹的头啊 又开始游了 下午又游了怎么办呢 干发喷雾一定要搞一瓶啊 这个干发喷雾呢 已经救了我小命好多次了 有的时候就是临时有约 但是头很油怎么办呢 我就会喷一瓶 但我就是家里一瓶 办公室一瓶 随时随地啊 咱们去做那个什么 清爽眉人 虽然呢 我现在头发不是很油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你这样摇摇之后呢 你就给它喷呢 然后它里面有那个粉 你就给它揉 你给它那个有规律的揉 你看颅顶这样就起来了 是吧 不过用完一定要记得回家好好洗头 它在那个头上停留时间不要太长 而且它味儿有点重 其实你如果临时有约要走的话 你提前半个小时喷 要不然它这个味儿得散一散 有点 狐狸的味道 总而言之呢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应急类产品 但是市面上 刚发朋友太多了 舆论混杂 咱们 解释选择吧 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排骨酥 它也吃过几块 有包要买的 但是它能让你拥有 更蓬松的头发和卤底 就有时候你晚上洗的头嘛 你早上起来 你就顺着往这边输 然后输到一定距离之后 给它往回这么一顶 再打开吹风机啊 给吹 吹了一会儿之后呢 你再用这边反着吹 因为这边是冷风嘛 让它固定一下这个形状 OK我们见证一下 是不是起来了 我是这个吹风机 它功率有点小 可能没那么起效果 但是如果你们在家 有大功率的吹风机 就更有效果了 OK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耳贴 可以让你的耳朵立起来写点小 获残笔 放大你的眼睛写点小 而且很自然 刚发蓬武 洗你头发的油光 显得头发蓬松起来 清爽一些 头包脸写点小 就快酒包邮排骨书 和刚发蓬武一个效果 头包脸写点小 做个联想的美女 成本不到50块钱 好了我们就这样清爽的出门啦 下个视频见